即使新闻综合报道,太阳系中的金星表面温度高达摄氏462度,但现在科学家发现金星上由硫酸组成的云层可能有细菌生存其中,该篇研究发表在《天体生物学Astrobiology》叙述期刊。 根据每日邮报报道,美国太空总署NASA协助这份研究,科学家认为金星上的生命可能存活于三星的云层中,大气层富含二氧化硫能作为简单维生物的家园。 从太空探测器拍下的金星照片中,能看见其表面分布生锈般的黑色斑点,类似地球上细菌的西光特性。 来自波莫娜加州州立理工大学Kell Polypamona的论文合作者认为,在地球上,我们知道生命可以在非常酸性的条件下生长,摄取二氧化碳以生产硫酸。 研究指出,尽管金星炎热,但大气层中的微生物可以仰赖风吹向温而得以生存。